大家好 董哥今天分享 酒店特色菜品 香葱爆鸡蒸 做法非常简单 一看就会 酒店切鸡蒸是像饰瓶这样切菊花形 在家里做像饰瓶这样切片就可以 准备小香葱切断备用 切好的鸡蒸清洗干净 起锅加入凉水 切好的鸡蒸凉水下锅 加点料酒去腥 水开 马上捞出过凉控干水分 另起锅高油温下锅闯一下油 这样处理的鸡蒸口感最佳 锅留底油 香葱梗下锅先炒一下 之后再加入香葱叶 炒完以后先倒出来 锅里加入干辣椒 葱姜蒜爆香 再加点蒜蓉辣酱 少来一点蚝油 一点味极鲜 将鸡蒸下入锅中 一点盐 鸡精 老抽上色 一点料酒去腥增香 大火爆炒 炒香入味之后 再加入香葱段 出锅零一点香油提味 葱爆鸡蒸制作完成 关注我明天见